近日美国媒体F-A-B-A-W-A-Y-W-O-R-D-L 常文分析了NBA历史上时代令人震惊的自由球员签约 因为震惊这个词在标题中有涉嫌为规的成分 所以我将它换成了惊讶自由球员的签约 一般来说都是以球员自己的意志为主导媒体 联盟不应该有意义 但一些签约改变了联盟的走势 所以遭受到了一些非力当然也有 一些签约是对联盟有积极意义的这一次 我们对那些不太知名的签约就快速跳过笔 卢普斯在02年下以自由球员的身份签约活塞01-02赛季的 比卢普斯已经展现出不错的天赋场均12.5分 5.5助攻而活塞才是让比卢普斯大涨宏图的地方 最终他在活塞拿下总冠军与F-NVP 但这笔签约其实并不太让人吃惊 这种上古神兽我们就一笔带过了 在1977年勇士的格斯维莲姆 私以自由球员的身份签约了西雅图超音速队 帮助超音速队成为强队之后还进入了总决赛 贾马尔威尔考克斯是70年代的超新他新秀赛季 产军14.2分8.8晚把拿下队 加新秀新秀赛季他就拿下了NBA总冠军 他是当时金州勇士队绝对的核心 但谁也没想到在他新秀合同到期 后他放弃留在金州勇士队 他宣布加盟有贾巴尔的胡人队之后 他在贾巴尔魔术师联手又拿下了三个总冠军 那时在04年加盟太阳队其实不算太吃惊 因为当时是酷班不愿意给那时大合同 认为当时30岁的那时已经到了边峰末尾 没有上升的可能 信所以那时回到了母队太阳 最终那时掀起了小球浪潮 拿下了两个常规在MVP在38岁时 还保持场均14加11的状态 摩西马龙在1982年以自由球员的身份签约费成76人 当时摩西马龙刚拿下了MVP 不过火箭的出价没有费成高 结果马龙就加盟了费成之后 马龙一个代替拿下MVP加总冠军加FMVP 让火箭堆毁莫及 从这第五开始就可以详细的奖励 讲了了布朗詹姆斯 在14年下回归骑士队其实也不让人吃惊 因为当时的詹姆斯已经看到了热火管理层 在走下坡路阵容不合理 也没有补强的野心 而在总决赛结束后 其实对老板吉尔伯特就联系了詹姆斯 双方进行了会面吉尔伯特 表示愿意为詹姆斯组建夺冠阵容 愿意讲 那奢侈税10次年下詹姆斯 只见了吉尔伯特与帕特来历 所以也不是那么让人吃惊从地 自开始就真的有点吃惊 了18年下考新思乙 一年530万的中产合同加盟勇士 他对外宣称 没有球队愿意给他1500万的合同蛋之后 被蹄虎管理层曝出赛季后赛期间 他自己拒绝了蹄虎队管理层 2000万军心两年的合同在休赛期 他的价值走低最终才无人问津可无人问津 也不该去包四巨头带腿 阿勇是已经是四年三冠的王朝球队 再加上一个场均25.4分12.9篮板 5次助攻1.6抢断1.6在 茂的球员那联盟还有和公平可言 第三是10年下詹姆斯加盟热火 这个其实不算是真正意义上得以自由 球员身份加盟热火 因为当时詹姆斯再成为自由球员 甘骑士签下6年1.02亿的合同后 先签后换区的热火骑士在这笔交易中 得到了四个选秀权和一个交易特例之后 用这四个选秀权中的一个选中了欧文 不过当时詹姆斯加盟热火 组建三巨头也的确震惊全市 借杜兰特16年下签约勇士队 在当时绝对算得上震惊世界 杜兰特在西决被勇士逆转 后还在为雷霆招募自由球员 他也声称自己会续约雷霆结果 他最终加盟了勇士队 而近日曝出杜兰特在16年5月季后 在期间就已经有了加盟勇士的诉求 也就是说他一直在演戏西决的胜负 或许也曾在猫蜜杜兰特真的是一个很有心计的球员 他加盟73胜逆转雷霆的勇士队 做了NBA历史上最懦弱的决定 这个决定谁能料到2001年 乔丹为了挽救NBA第二次复出 当时的乔丹已经38岁 乔丹宣布加盟席牌的那一刻 全世界都未知青岛 勒在乔丹失去了运动能力后 他为了篮球运动的延续还是毅然决然的付出 勒而38岁的乔丹还能场均22.9分 实在是太逆 天乔丹能第二次复出签约席牌者 也是NBA历史上最让人吃惊的签约文言小白 好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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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